限弹炮 限弹炮是一件偏向于近身爆发输出的武器 虽然刚开始的射程很短 连开局的送分小飞机也打不完 但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小看了他 这是因为他的近身攻击力非常强大 只要距离足够近 无论是飞机还是战略舰都可以一炮摧毁 不过近身战斗就非常考验我们的走位 一不小心就会被敌人打中 所以在遇到补给箭时 我们就要给战机加装武器 这个加农副炮就非常不错 它可以发射两枚彗星光弹 而且彗星光弹可以穿透整张地图 能很好的弥补 限弹炮射程短的缺点 此外这个征服者导弹也是非常厉害 它可以发射一枚极数导弹 并在爆炸后继续发射12枚线性导弹攻击敌人 此时战力跟刚开始比 简直云迷之别 不仅如此 只要我们在补给剑中提升这三个武器的等级 它们的威力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限弹炮的射程 已经可以覆盖小半张地图 而征服者导弹更是可以发射两枚 爆炸后的线性导弹也会翻倍提升 真的非常厉害 一路砍瓜切菜的 来到了第一关的boss面前 这是一艘巨大的驱逐舰 拥有多种攻击方式和防御炮塔 只可惜 拥有三件武器的我们 战力早已不是它可以比拟的 凭借限弹炮 和彗星光弹的强大威力 以及征服者导弹的追踪打击 也是非常轻松的 就将其摧毁了